有人梦我常见宠物犬中谁是战力天花板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问的是常见宠物犬 所以像藏傲比特 高加索等等我们熟知的猛犬 包括护卫犬三剑克他们都不能算在内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 那我就举一反三的告诉你 常见宠物犬中战力排行榜前三位究竟是哪几个犬种 战力排行榜第三位 金毛 不要意外 以金毛的体型体重和咬合力 战斗力在常见的宠物犬中绝对能占一席之地 而且健壮的金毛打得木杜冰都不在话下 虽然能打 但并不代表金毛这个犬种性格凶悍 总有人说金毛性格有缺陷 见到狗就喜欢打架 对于这种言论 80%是对金毛一无所知 可能只是看过某个金毛打架的视频就妄下定论 剩下20%就纯属人鱼一云 我之前的视频就说过 狗狗的性格形成大概分三方面 一是品种差别 二是父母基因导致的个体差异 三就是社会化训练 而绝大部分爱打架的金毛都是因为社会化训练没做好 战力排行榜第二位 阿拉斯加 虽然人人都说阿拉斯加是雪橇三傻之一 但人家是真正的大型犬 体型优势太过明显了 你让金毛跟阿拉斯加打 那必然占不到任何便宜 肯定是被阿拉斯加按在地上摸他 金毛咬阿拉斯加一口只能咬一嘴毛 但是阿拉斯加一张口能把金毛整个嘴都喊进去 好在阿拉斯加的咬合力平平无奇 而且相对其他大型犬来说算是非常温顺 不太会挑衅和欺负比他体型小的狗 这也是阿拉斯加能常年成为大型宠物犬首选的重要原因 战力排行榜第一位 大白熊 肯定有人会说大白熊也不算常见宠物犬啊 没办法 我身边认识养大白熊的人比较多 在我看来大白熊就是非常常见的犬种 所以我不想接受反驳 嘿嘿 可能很多人对大白熊不太了解 我就这么说吧 大白熊原名比利牛斯山犬 以前是干安保工作的 是一流的护羊犬 领地意识极强 还有可能是中亚牧羊犬的亲戚 所以战斗力毋庸置疑 看过大白熊视频的都知道我朋友家的大白熊大壮 打架六年未尝败祭 我愿称他为人中旅富 狗中大壮 而且大白熊从不麒麟弱小 长得又像金毛 属于能文能武 给人的感觉是既忠厚老师又安全可靠 养了大白熊就等于养了一个能保护你的爸爸 最后问题来了 你觉得常见宠物犬中谁是战力扎中扎 如果这个内容大家喜欢 后面我会继续出战斗力最扎的三大常见宠物犬 我是PT新爹 有问题评论去爱着我 RES BYE